前面就是錄的比較多一點 然後這個月的話就是稍微評論一下 嗯 對那接下來會再錄一下 還有還有 還有兩次 對 我覺得現在播出的那個回想蠻好的啊 那想問說 因為好像在節目上會看到 就是各個評審意見會分析 那是不是你們常常會覺得說 欸好像攀帥的決定跟你們會有點落差 你們會不會私底下有爭執嗎 不會啊 因為本來就是要有落差 大家不知道要看這個爭執才好看 對啊就是這樣子啊 還蠻簡單的 因為我們其實在這個節目裡面沒有做任何的 呃怎麼說 我們看一般的節目 大家好像都會選秀的 或是這些真人秀 會比較 怎麼說比較假 比較演 但是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是 導演告訴我們就完全不用去演 他們也沒有給我們任何的就是 方向跟腳本 就是你看到選手怎麼樣子 你就 心裡面的話講出來就對了 對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呃會跟其他的節目比起來 比較真實一點 對 所以在真實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一些小小的意見不同 或者是摩擦 但是這個就是真實的部分 也是他喜歡的部分 欸那這個狗是不是有喜歡 有覺得那個有個長得像暗示那個不錯 那你思想有沒有有行動嗎 有沒有 沒有其實 我覺得是 怎麼講 其實我覺得很多選手都不錯啊 喔不只那一位不錯 不管男生女生 對 因為其實就像阿樂場 其實 因為我們有大量的採訪啊 那我其實我們都講很多 那 節目單位他要選擇 比較有效果的剪接出來 那是 他們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就他可能覺得那句話剪出來很好玩 還有效果 是他剪的那句 就其實我覺得這一次去就 認識了很多 優秀的 跟我們一樣在做這種音樂的 老舌歌手 我覺得是真的很好玩 因為以前都是在台灣嘛 台灣就是 大概都知道 那 中國很多這些 搞說唱的 其實有聽過 可是沒有見過真人 也不曉得真實面對面的反應啊 幹嘛的 所以這一次去 認識了很多的人 所以我覺得是 很好玩 但是好像有一些 就是譬如說 決定這種受到網友的一些負評啊 當下你心情會覺得 好像有點嗚呼嗎 就是被誤會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真的還好耶 因為其實 其實節目 第一集播出的時候 我們已經錄到很後面 對 所以其實 等於是這中間 我們已經一錄的 就已經這樣過來了 並不是因為隨著 節目每一集的波動 然後我們錄下一集幹嘛 所以其實它都已經是一個 很完整的在那邊 對那其實 其實這個節目它就是 我覺得它的剪輯啊 是特別的 狠 特別的有故事性 對其實一開始 比如前面幾集的時候 我們也會覺得有點 有點不太諒解 或者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就是 欸為什麼 就是會出來的 那麼有戲劇張力 對 可是後來就是 仔細回想一下 就是如果真的按照 它整個 錄影的整個tempo 或是 整個細節的話 那太無聊了 光海選 耗一天 其實是很漫長 而且是很枯燥的 所以它當中一定就是會 要有故事嘛 或是它發現有哪些點 它是可以去 有戲的 它就去往那邊去擴張 所以後來也可以理解說 喔它就是要這樣做 然後可以吸引到 觀眾有興趣一直看下去 所以後來也可以理解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節目的宗旨 是要推動這個 HIP HOP 然後這種饒舌的音樂 所以其實這個是大方向 對 那我們把我們自己 份內的事情做好 那其他的事情 就是我們也不管了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 像第一集 有遇到那個TY 是911的實地啊 那就是 好像一開始 阿玉好像沒有選他 然後後來又回頭選他 那那個 911他們私底下 有講什麼嗎 沒有講什麼 有講什麼 也不會告訴你 分閃一下嘛 對大概就好啦 聊一下 反應是什麼 沒有講什麼 對 因為這個東西本來就是 你知道嗎 因為每一個人的標準不一樣嘛 那大家覺得好 然後我覺得就是 比較 就覺得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還OK 對 就是這樣子嘛 這個都很簡單 就是 當然他有可能去其他的隊 或其他的人 看那可能覺得就是還OK 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 因為 因為在節目錄製的時候 大家看到的部分 其實都是比較 稍微比較小一點 但是我們在整個錄製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參與在裡面 那看到很多的歌手 很多的這些饒舌 他們在唱 那你就會那個比較 其實就會比較鮮明一點